义工亲友交集等候,结果却是希望破灭,记者陈伯亨摄影分享。 6名越南义工昨天命下工厂宿舍,多数都是20多岁年轻人,彼此有亲友关系介绍来台工作,有人来不到两个月,连哥哥都来不及见上,一面就遇难,也有夫妻,情侣就此永别,场外尽是不舍的声声呼唤。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陈旧莲痛诚劳动部该看看义工在台湾受到的待遇,雇主每月向义工收取2000到5000元上诉费,但住所如此恶劣,政府查核了什么? 义工亲友交集等候,结果却是希望破灭,记者陈伯亨摄影分享。 幸运逃过一姐的阮友心,23岁,来台三年,前晚8点到昨晨8点上夜班,凌晨2点多经绝速设起火,他说当时同乡都在熟睡,火势快又猛,他哥哥阮友海,表哥盘文黎等五人有人先冲出来,有人困在楼梯口不敢往下跳,结果全失踪,包括姐夫冯仲俊。 29岁,不幸罹难的冯仲俊,妻子12日才来台工作,一岁多的小孩托亲友照顾,夫妻约好周日见面,没想到来台还没碰面,就以天人相隔。 25岁的黄婷遇来台,不到两个月就遇上死结,哥哥黄婷为昨天从大员赶到现场,悲痛贪婪倒地,弟弟来台我都还来不及找他,就被烧死了。 24岁死者沉洪水的女,有凡是金花,昨天守在铁皮屋外迟迟不肯离去,看着监视人员简视一台,也不停呼唤男友名字,声泪俱下令人鼻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